在一个树林中,一只野猪正在觅食,须不知它早已被一只毒狼盯上,只见这只毒狼快速地奔向野猪。 那么,这只野猪的命运如何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野猪作为中型哺乳动物,体长可达两米,体重可达二百千克。 整体毛色呈深褐色或黑色,通常栖息于热带地区,主要以嫩叶、坚果、草叶和草根为食。 别看它是素食动物,一旦受到威胁,它拿坚硬的鼻子以及强劲有力的撞击力可以轻松击垮敌人。 所以,绝大多数动物都对它避之不及,即使是生性凶残的狼群也是对它惧怕三分。 虽然狼群有着锋利的牙齿,敏锐的速度,能在围攻之下轻而易举地拿下猎物,但如果是一只毒狼,会怎么样呢? 像下面视频中,这只野猪正在森林中觅食,却被一只饥饿的毒狼盯上。 只见它抓住时机迅速地出击。 然而让它没有想到的是,野猪并没有逃跑,而是迅速做出了反击,这让毒狼始料未及。 面对野猪疯狂地攻击,毒狼也只能及时地闪躲,生它被野猪撞击到。 毕竟,野猪的攻击力强悍,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命丧黄泉。 只见毒狼边战边退,不停地在寻找机会。 但是,野猪哪里会再给毒狼机会,只见野猪抓住机会,不停地攻击它。 而毒狼面对气势汹汹的野猪,只能灰溜溜地逃跑。 从视频中,我们可以看到狼非常狼狈。 不得不说,这只野猪非常勇敢,在面对强敌毫不畏惧,敢于亮剑。 狭路相逢勇者胜,最终战胜了毒狼。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 我是老谭,还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点个赞。 谢谢您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